搭乘知名共度拉船 体验浪漫水都情怀 在许多人梦幻清单 因此意大利水都威尼斯 就算在疫情期间 一年游客人数还是高达320万 原超出当地居民人数5万 从2023年开始 各地民众启动报复性旅游 甚至爆出疫情前三倍游客量 不过也正是如此 压力太强烈 让官方正式宣布 8月1号开始 媒团旅游团客规模 限制在25人以内 因为观光公开的问题 他之前就说 那我要增加所谓的路程费用 就管制 以量之降 你每个人要进来 我要交取所谓的路程费 那路程费完了以后 发觉说还没有办法抑制 以台湾来讲 我去个欧洲党花了个十几万 我再负那个一两千块钱台币吗 不会 台湾旅游业者说 威尼斯旅游确实太夯 影响当地居民 一大原因也在于 近年威尼斯洪水频率变高 旅客总担心以后去不了 开始疯狂去 使得威尼斯当局加强力道 现在也开始禁止 导游使用扩音器 部首规定罚25到500欧元 换算下来 等于800多到17000多元台币 到现在其实报复性旅游 还没有看到一个终点 所以不只是非日本 那非欧洲其实也算是 一味难求的状况 让场旅游人士特别有感 观光有前潮 但引发问题也延烧 其实2019年 日本京都最有名街道花剑小路 就开始禁止民众到 写着私道的位置拍照 违规罚1万日元 现在南韩首尔地标 北村韩乌村也预告 明年就会有指定吃日 在下午5点到上午10点 禁止通行 违规就罚10万韩元 因为在地民众需要安宁 但旅行总有噪音 垃圾违规问题 让国际观光有了芥蒂 八大新闻群零博士 暂报导 民宣发方式近在一小时 赶快订阅我们 八大民宣新闻的 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